如果你的女友发朋友圈只配了三张图,你会怎么做? 今天要讲的这位大哥,因女友发朋友圈只配了三张图,他就果断报警,并且认定女友已经遇害。 警方起初确实怀疑大哥疑心病态中,殊不知,正是大哥的心细如斯,揭开了一起残忍的谋杀案。 白天不懂黑的夜,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8年2月5号下午3点,地点吉林省公主岭双龙镇。 辽原宠物医院的贾武松与身在公主岭开鞋垫的女友金莲每天都要包电话中,一天不包有如全身蚂蚁在爬。 然而这次贾武松却一直未能拨通女友金莲的电话。 他和这个每天有发视频的习惯,早上起来互到早安,中午我们吃不吃饭,晚上是下不下班。 贾武松与金莲是在网上相识相知并相恋,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贾武松却对金莲疼爱有压。 这大半天打不通金莲的电话,贾武松切实难安,干脆从辽原打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公主岭,然而金莲的鞋垫已经关门了。 贾武松指的用微信跟金莲打视频电话,然而才响了两声,微信就被强制挂断。 这就奇了怪了,中午还聊得有滋有味,这才几个小时的功夫,怎么就不理人了? 突如其来的变数,让单身四十年的贾武松心里像猫抓一样。 晚上八点钟金莲好歹是回了一句,说是要出门几天,还让他别管。 这样硬邦邦地回复,让贾武松感到头狠的。 正当贾武松在不停反思自己在交往中的过错时,金莲在朋友圈里发的一条动态让他感到是有蹊跷。 这条动态有两大疑点,第一,金莲平常配图必须是六张甚至九张,记得金莲曾经说过,六张九张才最美。 第二,图片上的这双鞋在店里仅此一双,是金莲曾经表态要送给贾武松的,如今公之于众是要受众的。 就凭这两条,贾武松觉得金莲一定是出事了。 于是,2018年2月6号,心急如焚的贾武松走进局子报案,听了贾武松的陈述,侦察员与贾武松一起来到金莲的鞋店进行勘查。 当他们赶到鞋店时,金莲的父亲已经先一步打开了卷帘门,但老父亲告诉侦察员,内门并没有上锁。 然而金莲平常绝对会先锁内门,再锁卷帘门,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然而蹊跷的还不止于此,走进店内,虽然黄眼一看各种鞋子摆放整整齐齐,但稍有歪曲的货架,以及后门被撕烂的用于预寒的胶膜,这都说明不正常。 另外,金莲平日里随身携带的包包都还在柜台里,钱包里一分钱没有,连身份证银行卡都不知所踪。 除此之外,金莲平日里穿的外套也是草草搭在鞋架上,这根本不是金莲的风格。 金莲的父亲说,金莲离开家时穿的就是这件外套,他店里也没有其他衣物,天寒地冻的吉林,不穿外套出门一秒钟给你冻成人棍。 侦察员此时也感到金莲极有可能已经遇害。 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刑侦技术人员很快赶到现场进行细致勘察,然而足迹上却没能提取到有用线索。 卫生间里发现的贴身女士保暖裤里找到一头胶带,另外卫生间的地上还扔着一双黑色的男款就运动鞋。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金莲社会关系的侦察员传来消息,原来金莲38岁,他原本有丈夫,只是分居三年,正在闹离婚而已,但贾武松确实是单身。 只不过贾武松对金莲的过往并不知情,侦察员还了解到金莲性格外向,喜欢结交异性朋友,贾武松只是众多男性朋友当中的一枚。 金莲的消失是否跟他众多异性朋友有关呢? 侦察员调去周边监控后发现,金莲在2月5日早上9点进店开始营业,中午12点金莲父亲离开门店,下午1点钟一名身穿黑上衣黑色鞋子的男子鬼鬼祟祟的进入了门店。 下午5点半,黑衣男子走出门店后,一脚踹下卷帘门并上锁,随后快步离开,直到黑衣男子将门上锁都未见金莲出来,而店内的后门一直处于封死状态。 金莲也不可能从后门外住。 换句话说,此时的金莲应该还在门店之内,继续查看监控,晚上9点多,诡异的黑衣男又再次出现了,只见他滴溜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在那里开门,很快他便提着行李箱进去了。 15分钟后,黑衣男吃力的拖着行李箱走出门店。 他来的时候滴了这个旅行箱,非常轻,一只手轻轻的就给滴了进去了。 等他走的时候,这旅行箱非常沉,两只手滴了下台阶,非常费劲。 大案粉们恐怕此刻已经有结论了,没错,这小子一定是将金莲塞进行李箱运走了,那他要将金莲扔到哪里去呢? 监控发现,黑衣男在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警方立刻对全城出租车司机进行调查走法。 终于,一个第一个师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低格师傅当时也是很好奇,黑衣男的大箱子里是啥,黑衣男告诉低格师傅,箱子里装的是帮人家买的一百多斤本猪肉。 低格师傅还纳闷,谁会将猪肉装在一个那么新的行李箱里? 这不白瞎了吗? 由于出租车停靠的位置是秦家屯附近,所以警方立刻将秦家屯纳入了重点走访对象。 然而走访并没有太大效果,但是警方将监控拍到的模糊的黑衣男照片,拿给他下车附近村子的治安员进行辨认。 根据治安员的判断,警方初步锁定了四个可疑男子。 就在这时,负责调查金连网络通讯的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们发现,2月5号下午4点多,金连向一个名为秦屯亮哥的微信号转账2600元。 与此同时,负责监控视频跟踪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他们通过对黑衣男下午5点半离开门店时进行追踪,发现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来到一家超市,购买了一只大号粉色行李箱。 很幸运,收银台的监控录像非常之清晰,黑衣男子的面貌被拍了下来。 上系统一查,该名男子名叫徐门庆,而他的微信号就叫秦屯亮哥。 身份确认后就好办了,他跑他追,他插翅南飞。 2018年2月7日晚,警方在双龙镇将徐门庆获得。 在徐门庆的指认下,警方赶到徐门庆家的仓库,找到了金连的尸体。 在哪里给你整来的? 中里。 中里,啥地方? 温城啥呀? 哪一方啊? 卖卖协的。 协协的那啥名? 协业吧。 他是在那儿干啥的? 卖协的。 卖协的? 他是服务员还是老板? 老板。 他自己开的。 你俩啥关系? 朋友关系。 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 咋样呢? 那么,徐门庆为何要丧心病狂地杀死金连呢?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徐门庆交代,他自己有妻子,跟金连也是异性朋友关系。 认识不到半年,二人就展开了打鼻舞。 因为快过年了,自己的兜里鼻脸还干净,于是在案发当天,他就想着找金连借点钱。 面临春节的时候,手中结局没有钱过年,还想过个好年,他只知道是开鞋垫的,每天卖货都会有一定的现金。 他就想到了,对熟人作案会减少很多的戒备心。 案发当天,徐门庆带着胶带和绳子就走进了鞋垫。 绑住金连以后,徐门庆就提出要借钱,并扬言如果不同意就掐死他。 在徐门庆的威胁之下,金连不得已转了2600元给他,还将钱包里的2200元也转给了他。 然而徐门庆却说,打发要饭的嘛,今天你必须还得拿5000给我,金连这下也怒了,打死不同意徐门庆的要求。 结果,徐门庆真就当场掐死了他。 随后,徐门庆不慌不忙地将收银台里的所有钱财洗劫一工,就连金连的手机也一同顺造。 至此,案件得以侦破。 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恪守道德底线,交朋友千万要擦亮眼睛。 晚安,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